不过讲到让座 接下来要来看到的是 等公车等很久又没有位置坐 那真的是非常辛苦了 在彰化火车站前 傍晚放学时间 大批等候公车的学生 排队的队伍绵延大约是十几公尺 但是因为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以坐 学生只能够站的 有些人真的是好累 洗地而坐 民众拍下了画面 心疼这些学生 只说好客难 不过也有人认为说 这就是学生的日常 对此县府公务处表示 会跟客运协调 看看是否家开班次 或者是增加候车的相关设备 不过消息曝光之后 这位非常热心的民众 暖心地送上了100张的塑胶椅 放学时间 公车站前 大批的学生排队等车 准备回家 但因为没有地方可以坐 有的学生站着 有的等到脚酸 只能洗地而坐 一整排的学生 坐在人行道上 低头滑手机 绵延大约有十几公尺 而后面是荒废的台铁旧建筑 这场景被说好客难 可能真的很累吧 有些人会坐地上 这里是彰化火车站前 客运总站附近 一共有三条公车路线会经过 有的最长得等上一个小时 才有一班 七楼内停满了机车 把等车的民众都挡在了外面 没有椅子让人休息 等车环境既不舒适又危险 等车客运彰化站 但整个腹地并不是很大 没有办法容量所有的路线 全部集中到我们的站景里面 未来找台铁沟通 尽量不要停车 让学生如果未来后车的部分 可以到齐楼 而消息一曝光后 马上就有热心的民众 送上100张红色的塑胶椅子 让这些等车的民众 可以不再客难等车了 接到我帽展画报道